傻笑什么 想起一个故事 说说 北京人遇到上海人 北京人说地铁拥挤 进去一个人 出来一张相片 一个面包进去 一袋面粉出来 真夸张的 上海人不服 说上海更挤 怀孕的进去 流产的出来 甜蜜沉默不语 赵勇真不会说话 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还得意洋洋地继续说 北京人嗤之以鼻地说 这算什么 北京地铁正常地进去 挤怀孕出来了 甜蜜扑痴笑出声来 随即满面通红 他和赵勇挤在卧铺上 胳膊腿都夹在一起 还真有挤怀孕的趋势 他立即将身体向后靠 扭开脖子不理赵勇 身体却不由自主地扭在一起 困意越来越浓 闭上眼睛 刻意僵持的界限消失了 半夜火车靠站的时候 甜蜜发现 自己竟然蜷缩在他的怀抱之中 这一觉竟然是这么香甜 还是怀孕之后的第一次 笑着闭上眼睛 继续甜甜睡下去 赵勇偷偷睁开眼睛 看着微光下的甜蜜 睡得如同婴儿一样甜蜜 长长的睫毛 弯弯的嘴角 拱在怀中 双手小心翼翼地护在腹部 气息均匀地打着微小的呼噜 他这么可爱 又这么不幸 我离他而去 还是留在他身边 赵勇拉起背脚 手却停在他的脸旁 周三上午九点整 新加坡是东西方交汇之处 公众假期东西混杂 每逢农历初一和初二是春节假期 洛家和周瑞初四入住酒店 初五开始培训 学员只有12个人 两名来自澳大利亚 香港 新加坡 韩国和台湾各有一位 还有两位印度大叔 中国业务发展最快 人数最多 除了周瑞和洛家外 还从上海和广州各有一人 课堂在喜来登酒店的会议室 四张圆桌 中间有一架摄像机 巴西女讲师菲奥娜 挂上笑容闪亮 向中间一站 双手张开表示欢迎 这一站 一笑和一个动作 便折服了洛家 第一印象 就像恋爱 决定了你演讲成功的50% 几年之后 也许听众忘记了你的内容 却一定会记住你的形象 你们必须学会 没有开口 便打动每一个听众 菲奥娜阅历丰富 手里激光笔一点 一段世界小姐选美录像 投射出来 他们出场时 大家有什么感觉 发光 洛家用英文大声回答 对 闪闪发光 你们要学会发光 两位印度大叔听不懂发光的意思 大胡子问 我们是灯泡 小胡子回答 不是 要闪闪发亮的衣服 大胡子竖起 拇指夸子 聪明 菲奥娜不去争辩 走到摄像机旁边 好 分组讨论20分钟 如何让自己的出场 与众不同 讨论完毕后 每人上来表演 我用摄像机记录下来 你们自己来看 洛家的明星范 不费丝毫力气 便抓住了眼球 周瑞动作笨拙 表情僵硬 看了录像 满身掉鸡皮疙瘩 第一天 他学会了微笑 在电梯中或走廊上 与陌生人露出自然的笑容 并非一时 洛家也收获颇风 他以往靠装扮 靠感觉 现在找到了理论 他中间休息的时候 端着咖啡 与菲奥娜聊起办公室的淡妆 惊讶地发现 这位气质不凡的讲师 曾经代表巴西 参加过国际小姐的选美 谁能告诉我们 最出色的讲演者是谁 菲奥娜用这个问题 来结束第一天的课程 两位印度大师互相指着 其余学员一起指向洛家 洛家却指向老师 很好 这个问题就像是一个钩子 吸引着你的听众 我们今天介绍了肢体语言 和声音的控制 明天一起探讨内容的设计 你们必须学会抛出钩子 把每个听众勾住 直到你走下讲台 今天晚上 每个人选择一个实际的案例 互相讨论 设计出抓住听众的钩子 周瑞和洛家 不约而同选择了 北京通管局二期工程 春节之后就要介绍方案 还有比这更实际的案例吗 整整整一天 他们反复讨论练习 录像和点评 不断地学习和改进 对着镜子练习练习再练习 周四 上午十点三十分 李玉玺没有根基 找不到门路 便把二期工程当作鱼儿 数千万的利润 自然吸引出鱼来 谁能替他打同关系 谁就可以中标 这不是买官欲绝 却达到同样的效果 厂家们为了拿到订单 便充当起鱼线 为李玉玺找到方向 接近大鱼 领导也是人嘛 下句话便是 领导也有七情六欲 有人喜欢桥牌 有人喜欢钓鱼 刘永华喜欢打网球 可是陪打网球不算做坏事 关系还拉不到位 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打球总要有对手 找个好对手并不容易 水平不能太低 到处找球便没了趣味 水平不能太高 领导满地找球 也不体面 休息时要陪领导聊聊天 必须要体贴温柔 这就更不容易了 别人没有这样的对手 刘永华却有 他不仅能陪着打球 还能陪着做很多事 远远不止三赔 其实这不算什么 刘永华五十岁出头 在这个级别中还算年轻 出席社交场合 众星捧月一般 权力是最强悍的春药 散发出最巨大的气场 女孩子难免心动 接触几次 发现刘永华 巨大权力带来的利益 不仅是心动 身体也动了 刘永华绝不能影响仕途 忌讳被利用 分得清楚 你付出该付出的 得到你该得到的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可以逢场作戏 却不能日久生情 这需要很多钱 然而 他很清廉 是廉政模范 清官 不收受贿赂 不买官欲绝 手里没有多少钱 这不是问题 老百姓吃喝嫖赌 都自己花钱 官员不用 这就是官员 和百姓的区别 交通建设如火如荼 高速公路 蜘蛛网般的覆盖 厂商多如牛毛 要拿到大型项目 便不择手段 刘永华很谨慎 绝不乱插手 不仅为了安全 也因为他不需要插手 哪个领导 没有自己的人马 大家都知道 他想插 便可以随便插 还不如早请示晚会报 请领导定夺 话说回来 刘永华在朝阳体育馆 打了半个小时网球 擦擦汗离开场地 李维优雅地走过来 递来一瓶矿泉水 随意地坐在身边 永华 我上班了 呃 为什么要上班 刘永华动了感情 他不需要打工 总在家里都落伍了 一个朋友介绍的 在永家集团 做管理工作 刘永华脑中电光一闪 隐隐约约 听说过这家公司 嗯 好 有个固定工作也好 他们参与了五环路 改造工程 搞了一个庆典 我昨天发传真 看见您在邀请函上 排第一位呢 李维模糊不清地 表达着什么 刘永华很欣赏这一点 邀请很委婉 没有命令 甚至没有请求爽快地答应 好 我一定出席 我就去跟秘书说 放进日程里 周五下午三点五十分 首都机场 周瑞推着行李去排队搭出租车 被洛家拉住 有人接 同学见最好的朋友 一辆经营小车驶来 一个纤细的女孩子 从车里走出来 洛家蹦蹦跳跳冲过去 开怀拥抱 然后拉着她走到周瑞面前介绍 这是黄静 很高兴 黄静伸出手来研究着周瑞 就像看着商店的衣服 周瑞也看着黄静 看一个女人的生活状态 握手便可以知道 她的手仿佛融化在手掌肩 头发帘遮住眉梢 明眸中仿佛藏着森林旁边的一潭湖水 身体被包裹在羽绒马甲中 不险山不漏水 周瑞感受到了气场 静谧的气场 与洛家身上的明星范 完全不同的气质 唱歌去吧 洛家跳起来钻进后排 标书还没有做 周瑞钻进后排 将她拖入到商战之中 打消了她唱歌的兴致 你们唱吧 我在附近找个咖啡厅 就能做标书了 这样好 你当司机 我们就可以喝点小酒了 洛家开心地 潜入周瑞的怀中 黄静在后视镜中 冲着周瑞一笑 轻轻地关上音乐旋钮 以往洛家总是坐在副驾驶 现在却与周瑞躲在了后座 她开始热恋了 与此同时 一封来自人力资源的邮件 跃入雷历型的邮箱 她目光快速一扫 眉头拧紧 马勋在邮件中 抱怨项目没有人支持 周瑞时间都花在通管局项目 方洪伟把邮件踢回去 马勋又发出来 抱怨办公室恋情影响团队配合 说在电影院 见过周瑞和洛家手牵手 方洪伟把邮件转给人力资源 询问发生办公室恋情怎么办 人力资源回复说要么分手 要么一方离开 并把邮件转给雷历型 这份邮件冲着周瑞和洛家 事情却不会这么简单 方洪伟的补偿协议已经发出两周 却没有阴线 此时此刻 他怎么会纠缠周瑞和洛家的恋情 雷历型迅速阅读美风春节期间的邮件 找到销售报表 东北、华北、西南、西北、华东、华中和华南 一周的业绩几乎为零 全盘静默 预料之中的风暴来了 雷历型推行新陈代谢 必定引起反弹 丰厚的补偿本来是两全其美的方案 他们为什么不接受 方洪伟打了第一枪 五六名销售总监停止销售是第二招 他们还有没有后手 他端着咖啡站起来 一种不寒而栗的想法跃入他的脑中 这是一个陷阱 自己大展拳脚的时候 陷阱便会偷偷地张开血盆大口 要将自己吞噬 与此同时 洛家轻轻打个哈欠 发一阵的呆 从周瑞胳膊弯里坐直 问黄静 至爱什么时候演 情人节 要不要来客串 大家都很想你 黄静发出邀请 我啊 这个正在投标 洛家完全脱离了以前的艺术圈子 投标 你完全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了 哼 女城副业 洛家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静静 我有个客户 想听音乐剧 欢迎啊 可是 我等不及你们演出的时候 那怎么办 让他先去看看你们排练吧 嗯 好的 想要看音乐剧排练的是张大强 洛家 洛家艰难地平衡着 既要保持着距离 又要维持着关系 张大强选择评委 组织招投标 如果他肯支持杰克 对输赢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周瑞 唱一首 黄静将麦克风递过来 我真的是一手都不会唱 周瑞端盘子到饮料 躲在角落里点歌切歌 为洛家和黄静服务 在间隙打开电脑做文件 完全不受影响 引得黄静时不时地看他 就像看怪物 亲爱的 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 超喜欢 洛家点了这首歌 冲黄静说 他有心理障碍 一辈子都不能唱歌 嗯 说来听听 黄静的专业式音乐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 周瑞先指自己的左脑 后指自己的后脑勺 我这人左脑发达 分析运算和逻辑是强项 上帝是公平的 所以我小脑天生就不行 小脑和唱歌有什么关系 黄静放下麦克风 继续研究怪物 小脑负责平衡和节奏 我听不出曲调 唱歌找不到调 跳舞找不到拍 这和心理障碍有什么关系 黄静大大的眼睛 隐藏在刘海下 目光就像婴儿一样单纯 小学的时候 学校组织歌踪比赛 我们班表现优秀 获得年纪第一名 便被推荐参加学校的比赛 又得了第一 于是有资格参加 宴塔区的比赛 这样层层选拔 我们一路凯歌 获得全是一等奖 我们成了学校的骄傲 只要得到一等奖 便能到北京 参加全国的比赛 你知道吗 我们班同学 都没有去过北京 做梦都要得到这次机会 我们每天练习 学校提供最好的训练条件 希望我们能够获得殊荣 比赛的时候 我们一路过关斩将 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合唱团 你在合唱团吗 黄静开始揪心 露出担忧的目光 我那时不知道自己的缺陷 起早贪黑 完全沉浸在合唱之中 到了决赛 我们站在舞台上 第一排是评委 后面是黑压压的观众 我们互相鼓励 要拿出最好的水平 后来怎么样了 洛家没有听过这段经历 放下了麦克风 我们唱得很好 评委很被征服 观众们反应热烈 就要到收尾的高潮 两名领唱的同学 一段过度的音乐 之后 我们便要甩出藏在手中的鲜花 合唱出高潮收尾 我们唱到这里 反应好极了 评委和观众们压去无声 洛家关闭音乐 与黄静一起听着周瑞的故事 我没有听出曲调 提前一个节拍 抛出鲜花 独自高声唱出走调的歌曲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鲜花在空中滑出抛物线 坠落在舞台中间 评委和观众们的目光 随着那束花移动着 我的声音暴露出来 奇怪的 难听的声音 我不知不觉 依旧高唱 班主任急得打出手势 我才停下来 全场陷入尴尬的寂静 领唱的同学不知所措 指挥的老师半天才清醒过来 匆匆结束比赛 结果怎么样 我们连三等奖都没有得到 都是我造成的 事情渐渐过去 一切回到正常 我再也不敢唱歌了 唱不到半首 脊椎上就会有冷汗 紧张发抖 无法坚持唱完 可是你得意的时候 也会自己哼歌啊 洛家提出了异议 是啊 我可以自己哼 却不能当众唱 太可惜了 音乐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可以再试试的 黄敬同情周瑞鼓励他 你可以教教他 洛家从座位上弹起来 我们季度末 总结大会之后的晚宴 每个人都要表演一个节目 我正替他发愁呢 好 我教他 我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 有人不能唱歌的 黄敬很认真地答应下来 我不学 也不想试 周瑞连连摇头 他不是没有试过 总是不堪回忆 洛家大为不满 从沙发上站起来 指着他的鼻子 你就要介绍方案 专家评委 将是听众 评分决定二期工程的输赢 雷先生为什么派你参加讲演培训 你这样的心态 怎么面对客户 你作为工程师 我命令你 必须学会唱歌 突破心理障碍 周瑞言听计从 走到点歌台 我学 为了你 也为了我们的项目 唱哪首 青藏高原 你别管我们 也别管唱的对不对 必须唱完 洛家还是凶巴巴的 好 我唱 周瑞切到了青藏高原 面对屏幕 咬咬牙 什么事都能过去 何况唱首歌 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掌心的汗水 哗啦啦地流出来 他隐行高歌 处于忘我的亢奋境地 浑身竟像洗了热水澡一样 他转回头 却看不见洛家和环境 消失了